最近rs3出现了一些新内容 我们首先看一下 他最近出的新内容有什么搬砖的点 首先是他有一个叫饼干的东西 这个东西在做人母东是必须要的一个物品 ok 现在我们看一下它是什么价格 它一个显示是4363 但不一定来买到 所以我们多加点价 看一下能不能买到 价格是8150 这个东西做起来也非常方便 但是就耗点时间 有兴趣的可以把这个搞一搞 这个biscuit是很多人都需要买的 现在做任务必要 还有这个炒蛋 炒蛋我昨天是买了一个4,900金币买的 这个是找线索的时候必须要一个物品 我们看见现在它涨价了没有 cramble egg 标价只有88 但是你买的话你要好几千 标价一个10k吧 我们看一下价格是多少 2500 降了 但是这东西也能做 就是本轮的搬砖点就是这两个物品 这两个物品有时间的小伙伴 他可以做一做 你把它做一做 然后很多人应该都会买的 因为是做任务和做线索必要 ok 我先把它卖出啊 因为我已经做完了 不需要 他现在就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小游戏啊 是每年的这个easter 这个复活节 他都会出现 以后就是循环出现的这个任务 这是一个社区活动 他需要你找一些线索会获得一些这个 agpoint 这个agpoint 可以在这个reward的这个shop里面买各种各样的这个皮肤啊 啊或者叫一些这个头衔啊 还有这个fault currency 你这个树的外观啊 还有你这个title啊 那个名字前面有一些这个名称啊 很多东西 都可以买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这个有很多好东西 他需要解锁你前面所有的东西啊 然后再去解锁后面最后一个 然后这个小游戏 其实还有一些玩法的新内容嘛 跟以前的其他还是不一样 我们还是等一下啊 我们我们这个身上带了一些这个grace of elves 精灵优雅项链 还有这个胸针啊 里面装了一些这个hunter这个ern 一会我们要去捉兔子啊 他这个社区页面可以在这里直接teleport的过去啊 或者是在你这个这里 你这个法术这里多了一个标签啊 多了这个spell 你点这个磁石这面啊 也可以直接点这个传送过去 啊现在的logo很好看啊 做成了花花绿绿的颜色啊 这边就是一个这个叫兔子洞 这一个新的地图啊 然后北面啊 然后中间有个大树 这边是一个做巧克力的一个工厂 然后这是一个矿井啊 可以挖矿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就是说你挖它 然后有一些经验啊 包括这边工厂你可以挂机 然后捉兔子你可以挂机呃 那个升级一个hunter啊 这有个银行箱子 他这个地图上面有25个那个地点 随机地点 每天你可以就是跟这个叫这个人 叫nocky的帮你 你跟他谈话 搞一些这个叫那个golden egg的话 他会给你一些那个好像是spring token啊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兔子洞 它是怎么玩的啊 先check一下 他这个有一些activity说明在兔子洞里面 可以搞到兔子啊 所以我们就直接这个点击search 点search的话 他这里就是可以挂机升级 挂机升级你的hunter 如果hunter没买的话 你喝一口那个extreme hunter potion 然后给他加一下 他就出来一个兔子 这兔子的话 我这里建议就是说 你如果要一直生 一时逮兔子 你最好还带一个宠物包啊 pack yak 然后把这个兔子捉到手的话 给南边的椅 有一个兔子叫fuzzy 帮你啊 给他 我们现在先不点了 这就是捉兔子 如果这个兔子洞 他第一个他没有的话 或者你check 他就是显示empty 他会指示一个方向 然后指示你让去哪个方向的洞 去搞兔子 去找这个兔子 就比如我现在看啊 我现在再找个随便找个兔子洞 比如说这里有个兔子洞 我check一下 他这里说显示在东南部有一些这个活动啊 显示出来了 你点击色气的话 他应该也是没有 还是显示在东南部 因为他没有这个洞 洞里面没有兔子 他会指示你一个方向 我们现在去这个巧克力工厂啊 这里面可以挂机升级一些东西 现在这挂机党有很多福音啊 好多地方可以挂机升级的东西 这是一个好像做巧克力的一些 一个小工厂啊 这上面是主要是有三个台子 你如果把那个任务完成的话 你就知道这三个台子是干嘛的 他是这边有三个兔子啊 一个stewy帮你 还有一个gooie帮你 还有一个chewy帮你啊 他们三个你要听他口令 是做什么样的这个 首先是做什么这个 这个巧克力啊 听他们口令 他们有的时候会说 你比如说假如的话 我没有听他的口令 我选第一个做水果和坚果的啊 他说了 mix rocky road chocolate 如果我们是按照他指示做的话 就不是像我现在这个24经验啊 是在这里 我们现在做按他的指示做 应该是多一点 大概是72经验 48经验翻倍了 好 这上面你看台子上冒着光啊 然后他这个第二个兔子说mode啊 他这个模型的话 他第一个是练这个herber law 是吧 练草药区 第二个好像是练cooking啊 这个是mode mode做什么来着 chocolate into egg 你就选择这个egg 这是练cooking啊 就是把你的这个烹饭等级给他省一省 就这么直接挂了挂一挂他就升级了啊 非常方便 而第三个他是这个叫要脖纸封装 然后就是用什么来着 in blue foil 它是用蓝色的脖纸啊 也有蓝色的 哦他现在又说了 他现在刚刚又说了啊 还是blue foil啊 用蓝蓝色的脖纸 这个是练这个手工的 每一个他都能练集啊 还给一些spring token啊 在这里面 前面这里还有个take soft metal 这个forge 这个软铁 软金属的这这一个炉子 然后你拿一个东西 他就在你的背包里面 然后你点击这个铁针 大概过个几分钟 啊 用50次 给他打磨一下 我记得有也会给一些这个锻造经验啊 我看微信上的话 他每个小时会有71k 如果你一直在这做的话 还会给一些spring token 好了我们把这个 呃这个金属已经给他打平了 现在是变成了这个foil 像是一个博纸 然后在这里给他deposit 把它存到这个博纸箱子里 给了28个spring token 他就每一个会给28spring token 啊这里是喜欢挂机的小伙伴 就可以在这里挂机啊 一个是练草药 一个是练这个手工 还有一个练烹饪 外面这个找兔子 每天可以这个挂机练那个hunter 这是三个挂机的地方 还有这个刷这个呃 spring token 就是每天可以找兔子提交给这个nugget的帮领 还有这个刚才那个打铁 也是可以刷那个spring token 就是春季代币 但是如果你要搞这个 eggpoint的话 就是要根据他这个这个竞争来啊 首先它是第一周 它是已经结束了啊 昨天我是试了一下 把这个12个线索给找到了 其中他就有一步 他需要刚才我一开始说的那个炒蛋啊 那个炒蛋肯定是要放在你的背包里面才能完成 还有就是这个第8步 他是需要找到这个在这个死灵那个城市 找到这个人 啊 他是个银行箱子 你需要换线啊 我当时找到的是在八线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骷髅八就是八线啊 但是不一定 这个需要刷啊 就是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其他的都根据wiket来非常简单 啊 后面他是这个是从25号开始 然后是这个社区第一周的话 是从24号开始 现在22号 啊 有点期待他后面是找一些什么线索啊 不知道是不是要不要加一些小游戏 或者是pvm啊 如果加小游戏的话 那我觉得啊 还能被带动起来 如果不加小游戏的话 估计也没人也就单个人玩的话 也就是很简单的啊 嗯 然后我们看我们是背包上面有一些兔子 他需要你需要去交给这个人 这边有一个有一个npc 也是叫什么bonny啊 我刚刚应该叫fuzzy bonny吧 是他啊 bz 帮你你把他右键hand in 兔子给他啊 就给了一些sprint token 就给他了 好像一个是5个sprint token吧 然后你提交的数量不一样 你这个兔子篮子里面 那个小兔子的名字也是不一样 啊 刚刚他说我我提交了5个 然后好像是他给了5个这个代表 25个啊 25个代表 啊这边还有个矿机啊 你挖挖这个巧克力矿 chocolate rock 好像也有一些这个免费链集的东西 可以挂机 好免费链 免费链挖矿 哇靠 我看啊 这个chips啊 还有这个nuggets chips快是吧 调 然后是豆子 然后还有还有什么 还有chunks 一小块啊 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那个意思 只是那个表达不一样啊 啊 我们需要把这个chips给他distort 这个这个没什么经验啊 一会要么把他全部distort 哦 然后就是把其他这个chunk 还有这个nugget给他留着 因为要么再交到这个 deposit的mines shaft 把它 啊 deposit的这个放到这里 就给一些经验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 这个存进去 啊 给还是给sprinttoken 啊 chips好像没有啊 比如说我现在就这个 这个这个直接存这个chips 他应该是没多少token 好像就没token啊 就没token 但是你存那个chunk和那个nugget 他就有token chunk chunk 我们存两个chunk看一下 这两个sprinttoken啊 一个chunk就一个token 我们再看一个nugget是多少token nugget 啊 这个如果是满级的话 好像是不是 你都没有这个进度条 都不需要赶 你直接挖就挖出来了 啊 我是满级 我不知道其他的新手是什么样 这个chunk啊 这个是nugget 我们点一下这个 我们先把这个chunk给他 给他摧毁 看nugget是多少这个代币 nugget的一个是两个代币 一个chunk是一个代币 一个chip是没有代币啊 是这样的 他这里也是刷这个sprinttoken 大致的 他这个地图 他就是什么 就是这些玩法 每天他会你随机 随机散步25个点 你找12个点 找金蛋 提交给刚才那个 这个这里的apc 叫nugget的bonning 然后这里都有很多活动 比如说挖兔子啊 啊挖矿 啊挖矿可以是免费链 这个挂机升级挖矿 然后这个找兔子 可以链挂机升级这个hunter 然后提交给他刷这些sprinttoken 挖矿啊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就是挖这三种不同的矿 把他chips给他移除啊 然后点击提交到这里 这里都有一个箱子 可以刷那个sprinttoken 啊 然后那个工厂里面有免费 可以就是说挂机升级三个金 一个crafting 一个cookie 咱和他具体就是这么玩的 然后具体还有后面的一些周活动啊 他还没出来 到时候我们再看